我相信你這種鍾情 但可能不適用在我身上 我相信你這種鍾情 你的眼神飄空 但是就是還沒有遇到 跟我一樣 大家好 我是指揮林情超 嗨 大家好 我是石藝喬 這次灰姑娘的這個製作呢 於十九世紀末所創作的 它從模仿巴洛克式的樂風 到古典樂風來形容貴族 來形容舞會的場景 甚至到王子求愛 所謂的浪漫樂派的音樂色彩 我猜他 他猜我 好 一 十一年 十年 這有十年嗎 包括之前的可能超過十三年 其實我只有七年而已 蛤 怎麼會這樣 我們倆很不熟捏齁 這個真的沒有塞過 我是真的喜歡第三幕 第三幕的哪一景 其實這裡有一點難 但是比較傾向的是二重唱 我也是 這個二重唱裡面寫得很漂亮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一開始是 兩個都很保護對方 保護自己 然後慢慢的發現 Maybe你是喜歡我的 越靠越近 慢慢慢慢的那個距離 拉近的感覺 我覺得是可以滿足很多 小女生們 他們小時候對童話那種 對姑娘變公主的那個過程 漂亮的那個過程 我覺得可以滿足他們對那個的 想像跟幻想 小女生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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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介於上一個流程 我們好像沒有很認識對方 所以 我們來玩看看 看能藉由這個遊戲 讓我們更認識對方一點點 更熟一點點 女士優先 我先 好的 好喔 所以是 請操老師要問 糟糕 這個問題真的很深奧耶 因為十一橋本人是不太保養的 哈哈哈哈 好像被我弄壞了 唉 那不然換魔材 我拿到了 好的 這是我的問題 聽說警察老師去年就開始做很多 兩個東西 第一個你可能也會非常認同 法文的語音 對不對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母語法文 對 另外一個是關於合唱團 台中歌劇院的話 我們有NTT合唱團 那我們NTT合唱團 也都是零選進來的 尤其是這個《灰公娘》的製作 他不只考驗合唱團的演唱能力 他也非常考驗合唱團的體力 還有舞蹈能力 導演就是把第二幕 《皇宮選廢》那一段 當作是合唱團的伸展台在演 對 如果以角色性格或唱段為評論標準的話 選一個你最喜歡的 《灰公娘》的角色 為什麼呢 爸爸這個角色 為什麼 覺得他不只有在探討 所謂一見鍾情的愛 對 他也有展現非常多的父愛 沒錯 有好些片段是真的 可以看到很多 灰姑娘跟爸爸之間的互動 是很感人的 雖然爸爸也是受到 受到一些祭母的欺壓 尤其是第一幕的時候 他自己也有在幫忙 但是他對 他對你 不是 他對《灰姑娘》 他對他的女兒 他這個父愛 從音樂上就可以感到 是非常非常濃厚的 對 而且是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歡迎大家 12月14、15、16、17日 來到台中國家歌之院 一起觀賞 馬司內的歌劇 《灰姑娘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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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